灵帝在世的时候 在和皇后的儿子少帝和董太后 抚养的儿子县帝之间 到底立谁为太子 就一直没有决定下来 灵帝死后在和晋的支持下 才强行立和皇后的儿子为帝 之后形成了由和晋担任大将军辅政 和晋的弟弟和苗掌握进军的局面 但和晋出身屠户 在讲究门帝出身的汉末 显然是被盘踞政坛多年的 世家大族所看不起的 不能服众 和晋和和皇后掌握朝廷局势之后 最不应该的就是逼死董太后 本来和晋姐弟就不能服众 又逼死了灵帝的母亲董太后 这就受人以禀了 给别人留下了反对她的口实 而这也反映出 他们作为寒门出身的人 骤然而跪 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 处事不够稳妥 缺乏策略性 见识比较短浅 以他们的这种作风 失败是早晚的事 但没想到 他们失败的代价 是葬送了东汉的中央权威 和晋辅政的同时 灵帝时期就已经形成的 十常世幻官集团 依然把持着宫廷 而且很快就博得了 和皇后的欢心 继续保持着 对朝廷局势的影响力 和晋希望诛杀十常世 本来已经说通了和皇后 但是十常世向和皇后 哭诉哀求 和皇后毕竟是女人心软了 就答应放他们一马 其实只要能做好和皇后的工作 和晋又是辅政的大将军 诛杀十常世并不难 但因为有党固之祸 和晋就有些心有余悸 怕自己不能成世 反而被十常世陷害 和晋和十常世的斗争 是党固之祸的延续 这也是袁绍兄弟和曹操等世家大族 能够支持和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换一个角度看 就不完全是这样了 这也是十常世和和晋 在争夺对皇帝的控制权 因为这时候皇帝还很小 如果十常世能够取胜 就将完全控制朝廷 如果和晋成功 也同样可以完全控制朝廷 这就是东汉时期内庭和外朝之间 在控制皇权问题上的斗争 十常世掌握着一部分宫廷的晋卫军 和晋所掌握的晋军可以控制京城 但是并不能控制皇宫 所以和晋担心 一旦和十常世发生冲突 他是没有能力完全压倒十常世的 而和晋最后的结果也证明 和晋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只要进了皇宫 和晋就是十常世砍板上的鱼肉 完全不由自己掌握主动权 所以和晋要取得 对十常世掌握的宫内晋军的压倒性优势 就是希望能够迫使宫内的晋军 放弃抵抗或者导向自己 以更稳妥的方式诛杀十常世 从而一举解决彻底问题 十常世在得到消息后 先下手为强 企图在董卓的军队进京之前 就通过政变突然诛杀和晋 再服役政治手段控制京城 再下令董卓不要率军进京 无论哪一方胜利 皇帝都将变成他们手中的傀儡 反过来说 从这个角度看 和皇后拒绝和晋诛杀十常世的要求 似乎也是想让十常世和和晋代表的 外朝世大夫集团保持平衡 让自己有回旋余地 避免被胜利的一方完全控制 但十常世的行动 没有得到和皇后的命令和允许 事先也没有与京城进军串联 所以他们只能杀死和晋 却无法马上接管和晋掌握的军队 也就无法迅速控制京城局势 如果和晋只是自己一个人 不掌握京城的进军 杀死和晋也就可以让和晋势力做鸟兽赛 但和晋死后 元树却率军火烧宫门 强行进攻皇宫 以诛杀十常世 两边火拼的结果是京城局势大乱 宫中的部分宦官挟持皇帝逃出皇宫 朝臣和宦官两败俱伤 这就为董卓进京后迅速控制局势提供了机会 和晋和十常世的政治斗争是必然要爆发的 而且必然是你死我活的 必须有一方被彻底消灭才能结束 因为这是关系到皇权中枢的控制权的斗争 除非这时候和皇后本身具备比较高超的权谋和政治能力 能够在两者之间做好平衡 但和皇后显然不具备这个能力 而从当时的形势以及后来的发展看 如果和晋不照董卓进京 他也没有把握在这场斗争中取胜 因此和晋必须要寻找外来力量 来帮助自己取得优势 从而在优势兵力的威慑下 以政治方式解决这个冲突 实际上辅政大臣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 因为辅政大臣意味着 虽然不是皇帝 但却要掌控一部分皇权 这必然会引起皇帝的不满 如果皇帝与其他人串通 或者其他有野心的大臣突然发动政变 也是可以以皇帝的命令为名义的 西汉时霍光在辅政期间 就以政治方式解决了 与他一起受命辅政的上官杰和公孙宏 完全控制了局势 三国时就更多了 孙权死后东吴就出现了辅政大臣之间的连续火拼 先是诸葛克杀死孙宏 之后又是孙琛杀死诸葛克 都是在争夺对皇权的控制权 曹魏同样也出现了曹爽与司马懿的斗争 而且最后以司马氏完全架空曹氏 取代曹魏而结束 以何晋的表现来看 其实何晋是不具备充当辅政大臣的能力的 但历史发展的风云际会 却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上 本来可以以更加稳妥的方式解决的问题 他却选择了非常愚蠢的方式来解决 最后他自己送了命 东汉的中央权威也为他陪葬 最后你会变成了解决的方式解决的方式解决 最后你会变成了解决的方式解决的方式解决的方式解决